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视频赛首日战报出炉 国拼五位球篮 全部横扫晋级 日本奥运名将 惨遭一能游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 视频赛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在今天 休斯顿视频赛迎来了 揭幕战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啊 国拼在首日的比赛 已经传播结束 那么在第一天的比赛中啊 国拼总共由五名球兰 登场亮相 其中备受球迷们 关聚的王曼玉和宁高兰 组成了 中美的混双组合 最终啊,也是交出了 满意的打转 很多球迷啊,也为他们感到骄傲 那么首先登场的是 中美混双组合 王曼玉和卡拉克的组合 最终以3比0 横扫了俄罗斯的组合 那么随后啊,林高兰和张安的组合 3比0横扫了葡萄牙的组合 众所周知啊 本次刘国良用心良苦 走成了中美混双组合 实际上就是希望啊 利用拼帮外交 进一步的张醒 国拼 在世界拼坦的霸主地位 因此很多球迷 对王曼玉和林高兰 本次视频赛的混双比赛啊 也是尤为关注 那么这种啊 在首日的比赛中 王曼玉成功带飞了卡拉克 以强大的个人实力啊 弥补了美国选手的一些技术胆板 从而啊,帮助中美混双组合了很少的对手 在赛后啊 王曼玉和林高兰也受到了美国队友的一致好评 另外啊,王曼玉的主管教练肖战指导 在场边利用中英文双乳执教 也是受到了美国球兰和教练的顶战 肖战指导啊 布置执教能力非常的趋盛 偶起了,还精通中英文双乳教学 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国评人才 那么除了混双的两场比赛之外啊 在第一天的比赛中 还有三场单打的比赛 分别是王楚清和周启豪参加男单的比赛 另外就是陈信同啊 参加女单的比赛 那么这三场单打比赛啊 同样都是很少晋级 那么现在啊 国评真是捷报评传 球迷人啊 也是非常的骄傲和开心 那么首先在南单方面 王楚清和周启豪 都是4比0横扫 横扫对手晋级 女单方面啊 陈信同4比0横扫了俄罗斯球了 那么最终啊 在第一场比赛中 国评呢 未丢一局 全部都是横扫晋级 展现了国评 在世界平坛的霸举地位 很多球迷啊 也是纷纷发来贺定 刘国梁指导啊 本次派去 林青球员啊 挤入他们 这一个呢 唯一重任 最终啊 这些林球员啊 在第一阵的比赛中啊 就崭兴去了 强大的实力 那么除了 一个国拼啊 捷报频传之外啊 那么相反啊 作为国拼 本次四拼赛 勤在的最大竞争对手 日本平坛球队啊 却招呼了开门黑 根据媒体消息啊 日本南队的东京奥日会 皮卡球员 雨停信使 在首日的比赛中啊 就惨遭一能忧 确实令很多球迷啊 大跌引进 说明呢 在国际大赛上面 以往的战绩啊 只能作为参考 如果说 你在临场发挥 上面呢 拿不去 真正的实力呢 不管你 再大的名气 也有可能 会遭入 爆冷需求 作为球迷啊 我们希望 国平在 后面的比赛中啊 依然能够 捷爆 平常 大家 论为呢 今天的分享 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